在带你看到就地取材制成的芦苇扫把 是台东兰宇达乌族人的传统生活智慧 不过现今已经被大量生产的塑胶扫把来取代 而为了要保留传承工艺技术 兰恩基金会是带领了长者们自制芦苇扫把 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农历年前大扫除做准备 老人家熟练地制作传统芦苇扫把 这是兰恩文教基金会服务的长者 就地取材制作生活用品 除了让长者活动筋骨 同时也延续传统技术 我比较注重就是在地文化的东西 比如说像这个季节刚好是芦苇花开的时候 我就想说就是做一些早期我们没有扫把 然后我们可能会去就是拿这些东西来做扫把 就地取材对老人家来说是在自然不过的事 因为传统观念中并非逝世都要花钱处理 东西能手做就自己来 坏了也会先修理而不是丢掉再买新的 好重 很轻松又很轻 那个朱扫把我们在那个平家中心买的 还有很重 那个霸凌又很长 这个刚刚好就这样子运动 芦苇扫把因为有细致的碎梗 能够把沙尘扫走 在老人家眼中比起塑胶制的扫把更好用 而新手制作的芦苇扫把 也能为即将到来的农历年前大扫除做好准备 谢谢下回来云香报道